荷屏 美人印里面 老师 要听到这些事情 让我觉得就是 平常事情真的就是 心情要放松 简单的生活 把自己尽量做到事情 照顧海之外的真实演艺份当下 王建民在演艺区了这么多年 在他最苦的时候 有人关心他吗 有人帮助他吗 我说你 债务的问题 去面对 好好的解决 我们能帮你的 我们就尽量帮 就不知道已经这么严重了 因为他之前还在讲说还好啊 对 所以可能也很低调的事啊 所以更是 更是加紧脚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就不知道终点在哪里 其实我也是在大陆看到他 他走过来看着我 眼睛充满了泪熟 不叫他为了熟 他是一个蛮感性的人 一路走 其实我蛮压烈的 想说他还有出来 面对媒体啊 还有上一些节目的访谈啊 看到状况也更还不错 所以 就会很想到以前 就是在上康熙或是上任何的节目的时候 他真的都很照顾完备 然后又会觉得很感慨 就觉得人真的不能没有健康 然后生病 最后这样子走了 其实大家都很惋惜 谢谢他以前就是在上通告的时候都很照顾完备 对啊 我记得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他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就说 一个女人的品位 就是看女生穿什么鞋 看出这个人的品位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后来我不太敢乱买鞋 因为 我真的觉得对啊 就是因为建平哥以前是很有品位的人 那我就觉得啊 这是一个前辈真的会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啦 我要听到这个事情 能让我觉得就是 平常之前真的就是 心情要放松 简单的生活 然后 自己能够尽量做到事情 照顾好之外呢 珍惜 每一份当下 可能是一个 我刚刚在后台 我突然看到新闻及时播 说汪 汪健你走 各位 汪健明 从他 那个时候 披露出来 说他负债很多 才短短几年 脱了费线来走了 各位 人生最大的打击 不外乎就是什么 事业失败 工作 面临到巨大的一个挫折 当人过不了这些关 行关 或者是在我们的商场上 过不了这些关的人很多 汪健明 在演艺圈 这么多年 在他最苦的时候 有人关心他吗 有人帮助他吗 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应该是 去年吧 去年他还上了我 那个挑战马大神的节目 因为那个时候他经济有状况 我们大概不时的两三个月就请他回来上一次节目 就在挑战马大神 那时候他还没那么严重 那时候没有 没有 你看他今年发现他有费线来好像才半年前的事情吧 对不对 对 很快 因为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好像是第四期了 所以飞下来是很快的 你之前好像也帮他妈妈助力要费吗 其实那个时候 我们是看到他在务缠身 然后他在媒体的披露 说因为他妈妈也是身体不好 后来有失智症的问题 在安养院 那连他自己都过不了这个 那家里面的状况也没有办法 所以那个时候呢 我就主动的有跟他说 我说建平我大忙我也帮不了 我说妈妈这边我能够帮你的 我就先给你办理的 妈妈的这个安养院的费用 所以我也说你不要告诉任何人 这一点事情是我为不足道的 我说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说你债务的问题去面对 好好的解决 我们能帮你的 我们就尽量帮 就这样子 你问这次有什么样的打算 对你家人跟他后面的事情 没有啦 我今天看她是她的妹妹发文 然后呢 她一直 后来我知道是她身边有一个 她的女朋友 这一段时间不离不弃 照顾她 一直站在她的身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伟大 在汪建民在物产生 不管生活工作这么不顺遂的时候 还有一个女人 愿意站在她身边 我是觉得真的很伟大 很伟大 我们祝福她 好 谢谢 谢谢 有看到王建民的消息 有啊 我看到啦 我就不知道已经这么严重了 因为她之前还在讲说还好啊 对 所以可能也 也 也很低调的 是啊 所以更是 更是加紧脚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因为就不知道 重点在哪里 记得我也是在大陆看到她 她走过来看着我 眼睛充满了泪熟 不知道为了什么 她是一个蛮感性的人 一路走 她就碰到汪建民 汪大哥 哇 她整个 我看她出来我吓一跳 我说她这样还能够上通告 她说是因为献哥邀请她来出来 她还在抗海啊 对啊 对啊 那天就也跟我们一起录影了 可是看她这样出来 就是 她虽然她是属于负债那一边 可是她看她也是上得很开心 从头被献哥逗得笑到 她就告诉献哥说 以后有通告多发她 然后她觉得她今天这样子 出来上通告 就觉得 我觉得人生病没有关系 可是就是 心情 我觉得如果心情好 应该 病很快就会 就会好 我觉得啦 我那天看她上得很开心 她 你在后台一直跟她有说有笑的 就会很想到以前 就是 在上康熙或是上任何的节目的时候 她真的都很照顾完备 然后又会觉得很感慨 就觉得人真的不能没有健康 然后生病 最后这样子走了 其实大家都很惋惜 谢谢她以前就是在上通告的时候 都很照顾完备 我记得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 她跟我讲过一句话 她就说 一个女人的品味 就是看女生穿什么鞋 看出这个人的品味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后来我不太敢乱买鞋 因为 我真的觉得 对啊就是 因为建民哥以前也是很有品味的人 那我就觉得 这是一个前辈真的 会永远活在大家的心中 对啊 然后那将最麻 magazine pull of a check box 体能 变得 可是